三弟? 大哥, 二哥, 你快救我 如果讓君父知道的話 我一定是性命不保的 鶴炳雄 三弟, 你怎麼這麼做? 我這麼做 完全是為了大哥和進郭 如果我不殺死棄齊的話 君父一定會被奸妃迷惑 拆立棄齊做世子 到那時候, 不僅大哥會被人害 連進郭也不保 三弟, 你真的為了這樣? 我是一個有血性的人 難道親眼看著大哥被人害 看著進郭被人害? 你真是傻嗎?我這麼做有錯嗎? 三弟, 你這麼做真是傻 我沒用, 可是我想不到 更好的方法 三弟, 君父知道的話 他一定會處死你的 鶴炳雄公, 你可不可以 看一面放過三弟? 我奉命保護四公子 如果放了他, 就會對主公不忠 走, 鶴炳雄公 大哥、二哥 鶴炳雄公 我求你 三弟這麼做都是為了進郭 鶴炳雄公 鶴炳雄公, 你是進郭的子民 你典任身看著進郭滅亡 你給三弟一次機會吧 大公子 鶴炳雄公, 不如你抓我回去頂罪吧 大哥, 那怎麼行? 鶴炳雄公, 鶴炳雄公 你可以交差, 可以救到三弟 請你承傳我吧 大公子, 請氣 奴才受不起, 奴才會捷復的, 請氣 真是忠義良難全 齊兒怎麼樣? 主公, 臣妾早就說了有玉蕭 有人會對齊兒不利的 幸好撥公公救駕及時 否則我們母子… 沒事就算了, 還下甚麼呢? 主公, 我怕第二次我們母子就沒那麼幸運 我可以逃過鴨雲 主公, 你要保護我們母子 你一定要逐到這個子下 五馬分屍 以後就沒人敢傷害你了 啟賓主公, 伯公公已經抓到刺了 道財該死, 保護君夫人不周 令君夫人受敬, 請主公辭聚 免, 免, 借主公 抓到刺客現在在哪兒 帶他進來 怎麼是他? 回稟主公, 刺客身份來歷不力 力圖反抗, 混亂還被奴才殺死 未能留回末口, 奴才無用 鴨雲公公, 我見過刺客這個樣子 不是這個 不錯, 刺客有兩個 一起來行食四公子 其中一個逃脫了, 奴才已經派人 將他緝拿歸岸 滑公公, 你肯定這是刺客? 陪稟君夫人 奴才一直在宮中追拿刺客 去到外面樹林 就把他殺死了 當時三位公子有前來相助 可以證明 不錯 慎兒參見君夫 松兒, 這件事到底是怎麼樣的 稟君夫 當時我和大哥和山弟 聽到宮中有刺客 於是追出去, 在樹林那裡 見到伯公公親手把刺客殺死 二公子, 你肯定沒看錯 君夫人, 一定沒看錯 因為當時我和公公距離很近 那三公子也一起追出去吧 是 起初我和二哥在房裡聊天 誰知道外面有事發生 所以我們追出去 而且我們是宮中的人 又怎會袖手旁觀 君夫人這樣問我們, 容易何在 但求明白, 並無他意的 知道三位公子 這麼關心齊兒的性命安危 我們母子真是受寵若驚了 好, 抓到那個刺客就算了 把刺客的師太 跨在城門外面報師三日以警效由 以後加強宮中守衛, 遵命 是 你有甚麼心事 沒有, 沒事 你騙不了我 有事就開心見城跟我說 主公, 恕臣妾多事 立世子一事實在事不宜遲 昨晚的刺客 恐怕是跟立世子有關 他三兄弟回來了 朝中各位大臣 都支持生生為世子 我沒理由廢長立幼 主公, 你別誤會神妾的意思 誰做世子, 神妾都是這麼開心 神妾只希望令進國後繼有人 而且可以幫助主公來處理正事 那神妾就開心了 你不是怪我 不立齊兒為世子嗎 怎麼會呀 生生也是我的兒子 立他為世子 我一樣是這麼開心 況且生生是長子 長友有罪 生生很應該做世子的 難得你心明大義 那我就安心了 神妾一向都很相信主公的抉擇 神妾只希望齊兒後長大 也能幫助主公處理正事 那我就開心了 我雖然立了生生為世子 將來生生有甚麼差錯 我以為可以廢了他 到時候立齊兒為世子 就沒有人非議了 但願如此 我以為是為世子 參見主公 臉來… 謝主公 好 奉主公義子 奉新生為世子 奉地曲抑 食戶久遷 新生上殿受風 街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老闆, 這幾天我還沒煩到的肚子 撕寫一碗白飯給我 是, 你歇歇歇歇歇, 已經幾年了 你連一顆米都還給我 我打開門做生意, 你以為開善行嗎 最後這次下不為禮 舊數還沒清, 又想歇 走, 沒交易 老闆, 下不為禮 沒交易, 走 老闆, 下不為禮 走 老闆 這裡的錢夠不夠跟白李先生還借 夠了, 夠了, 謝謝… 白李先生, 我進去為你 準備好酒菜 你怎麼這麼多管閒事 白李鞋先生 蒼龍應該非常於九天之上 巨瓶應該浮入大海之中 以先生的人才 那些生活 你不覺得太委屈你自己嗎 蒼龍巨瓶, 都喜歡自由自在的生活 秦鞋你這麼做 有沒有覺得是強人所難 是不是寡人不堪輔助 所以先生始終不肯幫我 是呀, 廢話不必多言 終於以後不要纏著我 不要再纏著我 難道上天真是註定 我得不到這筆寶劍 朱厚堅肯卑躬屈膝, 求求他 由此可見, 白李鞋是這個人絕不簡單 他能夠視黃金雀為而無物 觸見他是胸懷的大志 如此人才 不違我們齊國所用真是何食 但是, 假如他被中原其他國家所用 那就會對我們不利了 那怎麼對付他呢 你抓他回來, 賣他去楚國做奴隸 既然是人才, 為甚麼不留為紀勇呢 他如果是立心效忠於齊的 又何必隱姓賣名這麼多年 你這種人, 就算是逼他獻身於齊 他也不會盡心盡力 既然如此, 索性就賣出他做奴隸吧 主公 公孫大夫 送給伯利鞋的禮, 他又不肯收了 他被公子超拿了 聽說還會當奴隸賣去楚國 有這種事? 是 不行, 寡人一定要把他救出來 君父, 他是人的亡本, 你不用管他 而且, 如果你這樣救他的話 可能會得罪齊國的 不值得 伯利鞋是一個人才 寡人雖然不能把他留為紀勇 但是亦不能被人租賺他 無論任何代價, 一定要把他救出來 兩位兵大哥 這裡有五塊藥物皮 請你收下 放走犯人, 很大罪 是呀 那位犯人有恩於我, 我為了報恩才這麼做 兩位大哥, 請收下 我們幫你不要緊 不怕有氣洩上來, 連女家人就不太好 兩位大哥這麼好人 來, 這是孝敬兩位虎償的 那個亡角爐, 橫看, 店看也不像是值錢的 是呀, 不收了, 又浪費了 反正那些人再過幾個時辰都押去楚國了 放逐一個上頭未必知道的 能夠 停 我們已經離開齊城了, 放他出來了 是, 主公 你這算怎麼樣 因為我要避過齊兵的監視 要百里先生你屈走, 很對不起 對不起, 你以為這樣就可以逼我跟你回秦國嗎 你這麼慢不講理 要不是爹救你, 你就去楚國做奴隸了 是他多管閒事, 沒有人叫他救我的 你這種人, 亡恩負義, 不識台舉 把爹回好意救你 留你這種人在這裡爭眼圓, 一刀殺你, 好過 不得無禮 小女兒不懂事, 請百里先生不要見怪 寡人救先生出來, 是出一片好意, 別無居心的 你無居心了嘛, 那我現在去走吧 百里先生, 請劉勃 你越壓而逃, 齊兵一定四處找你 不如讓寡人送你去安全的地方 你再選擇去向也不遲 公子今天神彩飛揚, 出去打獵, 實滿載而歸 希望如你所說 快點… 你們這些人是押去哪兒的 你們押去楚國做奴隸的 楚國 你們在哪裡 不知道 你們去哪裡 來, 把他們抓回來 是 小人一時丹亂, 才會放走犯人 我們知道錯了, 請本城上饒命 豈有處理 你們竟然放走了犯人, 簡直最無可恕 來 推他們出去, 斬首使蹤 遵命 本城上, 饒命… 公子昭 是 是, 總夫 馬上折疾最極手弓箭手 走捷徑抄小路 扶你一致 無論如何都要抓百利益回來 是, 總夫 爹 好, 討厭你一致 討厭你一致 館總 館城上的這種送行方式也挺特別的 老夫要把一個囚犯向齊猴交差 阻礙巡猴上路, 希望多多恕罪 我們這裡沒有囚犯 只有一個用錢買回來的楚國奴隸 是, 館城上你弄錯了 老夫沒有弄錯了 他一定是囚犯 只不過是巡猴, 你誤會了 館城上這麼說, 就有些強辭奪利 他沒有犯罪, 這一點我是很清楚的 你又怎麼可以當他是罪犯看待 這是齊國的事 我希望你不要插手 更何況, 他也算是齊國的人 你沒權帶他走 我生平愛管閒事, 抱打不平 而且現在百喜鮮先生是跟隨巡隊上路 我有責任保護他 他是齊國的犯人 誰一個都不保得住他 我們巡國雖然是不懂中原的禮法 但是我們有正義同情之心 是不會強權屈服的 有尊重的禮法 我們好像很高興 對這次的禮法 的禮法 但是我可以去做 我今天和我們一起去做 我們可以做吧 我今天只能夠做什麼 我今天是一種禮法 我們可能是一種禮法 我們會做什麼 我今天不早就要去做什麼 我今天就要做的 我今天就要做什麼 齊齊 齊齊 大家不要動武 大家不要動武 齊齊 忠父 萬事可以商量 千萬不要傷了兩個和氣 放下武器 忠父, 既然巡侯 這麼看得起伯利系 也許是他帶走他 根本這個亡國路 在我們齊國 只不過是一個賤民 終日無所事事 只會喝到冥頂大罪 我想他都是浪得虛名 既然巡侯肯收勞他的 寡人還要謝謝你 主公 忠父 為過這樣的廢人 不值得商量的和氣 俊齊, 請上路 齊齊, 多謝你心明大意 他有機會的 一定會好好報答你 上路 一路順風 謝謝 謝謝 總父 無必為這樣的小事 搞得不開心 主公 放走他 一定會後悔武功 他人一定會後悔莫及 縱婦嚴重, 憑他一個這樣的人 怎麼能動員我齊各百年的機嫌 拐人準備了酒宴 跟縱婦回去暢飲一番 百里先生, 你沿著這條小路 往西一直走就可以出了齊境 齊後就不能再拘捕你, 人家 只去路途遙遙, 千萬消息 你以為一個不肯幫你的人 跟齊各大洞干糕你值得嗎 維軍者自當有所承擔 你知道被人抓是因我而棄的 我又怎麼能不負責任 雖然百里先生始終不肯幫我 但是寡人也希望跟你交個朋友 想不到西巡萬人 都懂得重義氣 那是我們中原各國 自稱的禮儀之邦 我說過罪法殺人恩惠 我今天領你們的情 自當感恩徒報 百里先生 百里先生 百里是此後自當盡力 效忠主公 好 百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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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夫人到底有甚麼病 為甚麼不傳召太醫呢 我都不知道他甚麼事 他比較辛苦, 太醫剛出了公彩藥 我想打一盆水 給他抹垃圾 到底是甚麼病 你怎麼回事呢 我好痛, 我無法呼吸 君夫人, 你怎麼樣 我無法呼吸, 很辛苦 幫幫我吧… 君夫人 我無法呼吸,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幫幫我吧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幫幫我 君夫人, 你幹甚麼 我發惡夢, 有人要捏死我 我無法呼吸, 我很辛苦 是呀, 你唇乾蝕醋 看樣子皮腎失調, 是會發惡夢的 是嗎?我真是發惡夢 不要緊, 等神兒出去撿劑藥 你吃了之後休息一下就好了 大公子 大公子 甚麼事 我有些事, 戴在心裡很久 但是也沒有人替我開解 大公子 我真是怕夢境成真 有人會害死我 怎麼會呢 大公子 大公子 在這裡 只有你和主公最關心我 你兩位弟弟又經常排斥我 我…主公現在又連事已過 我怕我被人害死了 主公還滿而不知 大公子 大公子, 你答應我 你保護我, 大公子 大公子 君夫人… 大公子 君夫人, 你聽我說 你不要胡思亂想 神兒立刻出去撿劑藥給你 你吃了休息一下就沒事了 神兒告退 大公子… 他被我嚇得魂飛拍山 你替我監視著他 這個笨人 我一定要陷他於不義才罷休 君夫人, 他對我說了一番的說話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他才好 大公子, 一切要小心 謹記追讀夫人心 不會吧, 他的樣子真是相當慘 而且最近他對我們的太祖成癮了很多 放人之身不可望 無聲無息敵人才是最可怕的 而且枉我散於無形之中 離機深空狹窄, 有仇必迫 我們要更加小心 何以見得 是齊之衛得而伏失 而且三弟有師徒行刺他 加上離機, 更加不奉過亡國之仇 種種恩入, 都可以支我們於死地 想起來也是 那我們該當如何 他太過狡猾, 防不勝防 大哥, 一切我們自己要小心 世子之衛不容易做的 對外要應付萬宜之搏 對內要輔助軍庫 更加提防奸人暗選 總之進過就掌握你和軍庫手上 一切要小心 我都知道自己是難以勝任 但是事已至此 以後只好見一步, 走一步 娘娘, 我親耳聽到 以公子叫世子小心你的 松義真是厲害 我做每一件事都給他看穿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先剷除他呢 我們無謂幫他硬拼吧 主公 主公, 你回來了 是 請坐 好 主公, 我洗人燉了心湯給你喝 不過, 遲些就不用再燉了 為甚麼 主公, 你神彩飛揚 臉色和身體都這麼好 好, 還用甚麼喝心湯呢 看來神妾要去找山珍海味 來侍奉夫君就對了 我真是這麼神彩飛揚 當然了, 現在主公有大公子幫你付證 分擔是無, 那你不用憂心各事 心境好了, 身體自然就會好了 我也覺得, 近來精神好很多 走起路上來都快很多 那當然了 現在朝政上了軌道 內憂已除 但是, 外患還未解 如果加強邊防守衛 早日倒截外族入侵 那夫君你就免除後庫之憂 以後你就可以安享晚年了 你原知有理 不過邊關屈城和蒲城這兩個地方 把人一向都很擔心 有事上來的確是麻煩的 當然了 以二公子和三公子的才幹 不如派他鎮守邊關 確保邊防平靜 好可憐 你想得到 松兒, 你又前往邊關鎮守蒲城 營, 你就去屈城 但是君父, 邊防的物兒勢力還沒成長 其實我們可以不用理會他的 未雨籌謀, 免治養虎為患 君父, 大大哥需要我們的幫助 朝廷有我在, 是沒有問題的 你們應該前往邊關鎮守 那就無後顧之憂天下太平了 君父, 是不是聽了其他人的說話 所以令我們父子分散 絕對沒有, 這些完全是寡人的意思 但是君父 不用多說, 準備行裝, 黑日起程 大哥, 我已經盡力了 但是君父還是不肯收回成命 算了, 君父他沒有主見 只是受人疏擺 他不會為任何人 改變他自己想做的事 路途遙遠, 大哥又不在你身邊 老兄, 你們要小心保重 大哥, 外面的路雖然不容易走 但是朝廷的路更加兇險 記住, 罪毒婦人心 不要讓女人有機可乘 大哥知道了 只是想不到我們三兄弟 終於都會被人拆散 不知道甚麼時候 才可以再在一起 大哥, 你放心 總之我們三兄弟堅持下去 渡過這個難關 進哥很需要我們 之後我們不要自暴自棄 就一定會成功 你放心, 我們一定會再見面 好, 一路保重 一路保重, 大哥, 保重 請… 請 三公子, 還有三十里路就到屈城 大家先在這裡揭釋一下 大家休息一下 是 請… 三公子, 時候不早了 不如我們起程吧 究竟屈城這個地方是怎麼樣的 因為朝廷多年沒有派人來封地 所以比較荒涼 可是魚米充裕, 人民生會上河 最重要的是, 鄰近秦國 近年優洋生息 對邊防沒有威脅 我們的人民就可以有太平日子過了 那甚麼成績是這麼近秦國的嗎 那比江城來說, 的確是近很多 所以擔心 秦國如果將來有心侵犯 朝廷會變長莫及 那比在朝廷更好 那邊呢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遇到他呢 大家不要走, 全部聽我拿 三公子, 怎麼會這樣呢 有人在用米雲大法 那怎麼辦 不用怕, 他想嚇壞我們 我們起程 究竟是誰用米雲大法 難道是他 三公子 如果有甚麼需要的, 隨時吩咐下官 這裡沒你的事, 你先出去 先進去 先進去 師父, 我知道你在這裡 你現身 三公子, 你果然神機妙說 我神機妙說, 怎麼會呢 如果是的話, 當然我不會帶你去殺是齊 更想不到你大難臨頭各自非 幸好我明不該轉 三公子, 你還記得這件事嗎 老夫當時也是迫不得已的 是嗎 貪生怕死, 誰都會的 請三公子, 你認識我 不要誤會 因為主公不主張你學江湖的法術 所以如果你還跟老夫一起 就變成了罪家一等 到那個時候, 想看見罪名也很難 一派不言 你現在說甚麼都沒辦法對證 是, 老夫也知道這樣做是對不起你 所以我出去就閉關練法 終於讓我練成了迷魂大法 希望可以再為三公子你效路 見一番事業而已 只說真的 當然是真的 我這樣做, 完全是為三公子你 當日我們在朝廷受制於人 所以沒辦法發揮 如今我們可以慢慢擴張勢力 加上我的迷魂大法 一定是所向無敵的 怎麼樣?徒弟, 現在還生師父嗎 怎麼會呢?做徒弟的怎麼敢怪責師父 好, 既然你是這麼說的 老夫就舍命相隨 進國的江山一定是我們的 好 尚公, 我們去哪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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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好想要等死呀 好想要等死呀 這裡就是浮城 是啊, 二公子 怎麼這麼荒涼呢 沒辦法了 朝廷又不會理會這些邊防城鎮 讓他們自生自滅就搞成這樣了 二公子, 我們離開府邸還有一段路 不如坐下休息一下吧 好, 大家先看看 快點兒喝了 二公子, 我們先休息一下 us 我去找水和食物回來 現在二公子到了 叫你拿點飯菜出來招呼二公子 你也拒絕了 你以為我想的 我已經幾天沒米落肚了 就算玉皇大帝來也這麼說 你…你知不知道你這樣說話很大罪 小豬君, 不得無禮 不好意思, 打擾了 這位就是二公子 詹精士 二公子來到封地 我也很想招呼好公子 可是我們實在太窮了 又沒有人耕田 我們只是靠吃樹皮道日 老伯, 這裡又沒有天災 怎麼在田裡沒有人耕的呢 耕耕埋埋埋就被賊了 這裡是盜賊如無民不聊生的地方 這位公子 那那些官府不管的嗎 官府? 兵和賊不一樣 賊就是責人來搶 兵就是日日來搶 兵和賊有甚麼分別 那就是木無法紀 我們細孤力弱 有甚麼辦法反抗 就能讓他搶到救了 年輕人忍不住可以搬去第二鼠 我們老的走不掉 只好坐在那兒等死 小長官 是 是, 我們匯府 叫院官來見我 好 我們也想找匪 也想天下太平 可是魏囚的那個大賊 他窮兇極惡的嘛 我們看, 老弱殘兵 哪能夠他鬥呢 不夠他鬥 為甚麼不招兵賣罵 是, 朝廷根本就不理我們 不發軍響就沒錢去招兵買罵 怎麼去找匪呢 沒錢招兵買罵 就要搶到人民百姓的財產 公子, 你誤會了 我們的軍隊要吃飯嘛 那沒飯吃了 只好就跟百姓 蒸一蒸容些小飯 夠了…這次我接受你的解釋 但是如果下次再犯的話 就斬手時重 是…我們也不想擾民 王院官 是 這幾天我會向朝廷 招兵賣罵 到時候你整頓軍隊 我們相關齊下 一定要把大賊魏囚一網打盡 遵命 從而不知天高地厚 魏囚這麼容易對付的嗎 大人, 是魏囚, 你真的要抓他嗎 抓你的死人頭, 逼我不分 魏大哥, 你又要吃嗎 黃大人, 這是你嗎 是… 你來這份吧 好 謝謝 豐秀 魏大哥, 金後沒那麼風光的 為甚麼 就是朝廷派了一個重二來 這個人聲氣多多很麻煩的 他還說要剷平大哥為止 剷除我, 居不住 是呀, 他很認真的 我總是想勸勸他, 勸不住 現在弄得我安樂茶飯 也沒餐好吃 那夠認真 誰阻礙我找城 我就跑去九龍 這個地方這麼貧窮荒涼 想要老百姓的好日子 看來也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沒辦法了, 這裡又沒人管 又被賊搶得一乾二淨 想不窮也挺難的 這樣太可惜了 無論付出多大代價 我也要把這個地方置地好 讓老百姓可以過一些好的生活 二公子, 你來了這裡 老百姓就有福了 師兄, 是不是魏囚 好, 小心, 李公子 小蓉兒, 是不是你 不是我, 我一陣子的功夫已經進步了 你也不差, 是呀, 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剛才跟師父採藥就看見你了 前輩來了 是呀, 就在山上 好, 我們去找他 我們鬥快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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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蓉兒, 華前輩, 你們在哪兒